線上的各位觀眾早安 那我們今天一樣呢 是請到了萬寶的副總 張珍威來跟我們進行 今天盤潛的整個解析 珍威姐早安 小林早 大家好 起床了沒 今天的台股一樣會還蠻精彩的 像我們今天可以看得到整個美股 可能是因為在眾議院 他打算要彈劾川普的這個影響 所以美股呢 可以看得到四大指數當中 除了費半有小漲之外 其他三大指數都是下跌的情況 那對於今天的台股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其實 只能說這段時間 台北股市也跟著美股 其實算是這個不斷的往上 在推高的情況 那其實 這樣子一個崩漲的狀況 也跟美股 跟美國自己本身的局勢也有關 就像小林知道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那個字卡 那的確在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美股 終於他的指數稍稍有收斂回跌了 那目前道琼還有標普500 還有NASDAQ 目前為止他的指數是走下 往下跌 但是還好 他這個跌幅 主要部分還是NASDAQ的 這個科技股 為主的比較領跌 那但是在費城半導體 因為攸關我們台股 最大的一個部分 主要是費城半導體 那費城半導體 他一就是維持上漲的 上漲了33.45點 那上漲幅度大概一點多%左右 那整體的情況大致上還算健康 那麼目前為止 大概是台股的台積電 跟聯電 那目前的ADR的走勢 就是目前為止 我們台灣民眾最關心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昨天 昨天其實是拉尾盤 那我們看到昨天的這個成交量 其實目前為止狀況 很多可以看得出來 是散戶在經營的狀況 我們看一下導播下一張刺卡 好 我們可以看到到 昨天在集中市場上 三大法人 包括說外資投信 自營商 那只有昨天 在集中市場 也就是台股裡面 就投信我們是小買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外資開始反賣了 那這個反賣的情況之下 台股其實昨天算是震盪起伏 但目前為止 直到最後 他基本上台 這個台積電 基本上以全止股 全網很重要的台積電拉尾盤為主 那所以可以看得到 這基本上 包括外資 外資賣的這個 這個數量算是最大 那賣了15.94億 將近16億左右 那整個台北股市昨天賣 那賣了不到20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主要昨天進出的會是散戶 而且換手的這個 頻率一定是相當的高 那包括貴買 貴買的部分反而比較 比較熱鬧 我昨天貴買 反而他是三大法人共同買超 而且買超 總金額大概是28億左右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個速度來幫觀眾掃描一下 很重要的這部分 每天一定必做的功課 那其實基本上 外資昨天的買超 你可以看得到 昨天買超 你看他 他其實主要是賣超對不對 昨天主要是賣為多 但是在這裡面 買的10檔個股 有哪一些啊 我們觀眾投資人 我們要仔細看一下 那包括是這個聯電 星星 日月光投控 錦碩 台新晶 林陽 包括 中壽 南亞 晶圓電子 強茂 在這裡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是聯電 聯電大家都知道 昨天 其實有個機組跳電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當場 其實是本來的很擔心 聯電的股價走勢會不會好不容易上來的情況 再往下走 結果這個情況是不一樣 反而因為最近實在是太缺了 而且自己聯電本身有相關的機組 立刻補上 只是說 昨天那個驚險的一瞬間 那個外資基本上還是買超了2萬多張 那其他像是最近非常夯很重要的 等會我們後面就有提到整個半導體類股裡面 像星星 載板的部分 其實目前為止算是非常 需求的一個旺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星星昨天 他也是外資 買超了到1萬5千多張 那日月光投控 這大家我們這幾天 我們都有幫大家複習到 包括是 這個先進封裝的製程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日月光投控表現 其實大家也由目共睹 大家都覺得還相當的不錯 那包括像景碩 台星金 那這幾天 大家也都知道說金融股 其實蠻受外資的青睞的 他已經默默在佈局 好我們來看一下外資的賣超 賣超這部分 大家要謹慎留意了 那像是群創 華邦電 星光金 長榮 南亞科 國泰金 華航 台積電 彩晶 開發金 好所以各位觀眾 大家注意到了沒 像是群創 像是面板開始在賣 在調節當中 那麼像是華邦電 這段時間其實 這個跟大陸的這個 疫情也是相當有關聯 所以其實 照理來說 台灣應該要受賣的部分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外資已經開始在調節 那他的動作 很多的投資人一定要留意 這個大戶在這個 這個超級的大戶外資 已經在調節的情況之下 你不要逆其風 但是大家一定有心裡有很多的疑問 其實很多人的 這個營收是狀況不錯的 像是長榮 狀況其實不錯 可是你看 連續多少天了 至少三四天 其實外資都要調節 所以這些部分 很多的投資人要留意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下一張刺卡是我們的投信 投信的部分 那時大的買超 你看到了沒 第一個依舊是聯電 聯電 鴻海 華興科 新權 錦碩 你看到沒 各自共同大家都買到的 那像是經濟 日月光投控 一樣是這個外資跟投信都有在買 那是像加邦 元大金 旺信 好 這後面有些個股 為什麼這段時間 這個外資跟投信已經開始佈局 我們稍晚會跟大家各位觀眾 稍微做詳細的解說 好 那我們也看一下 一樣 昨天驚險的過程當中 聯電還是金金漲 所以今天到底能不能維持 這樣子的一個漲勢漲幅 這裡面還是有一些變數 所以我們的投資人 我們自己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 那他的賣超有哪些部分 在投信的部分 第一個賣超居然是誰 是保城 保城 那台辦是這個 這個電動車前段時間 這個算是蠻有一些漲幅的 電動車的概念股 台辦也在調節當中 那包括 像是陽明 萬宏 金像電 玉龍 你看到了沒 玉龍已經連兩三天了 投信都在調節 玉龍 那元晶 那包括東河鋼鐵 國橋跟世紀鋼 所以你看前幾天的鋼鐵人 這個病病狂 就現在你看 鋼鐵的類股 已經不斷在被調節當中 所以投資人 我們一定要看一下 這個國內 主要的一個控盤 很重要的一個 作手之一 就是我們國內的投信 所以它的這個賣超調節 大家一定要留意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張字卡 我們一定要速度再掃描一下 那今天非常重要的重點頭條 那像是 大型的科技類股拖累 我們今天有看到美股 它的這個科技類股 為主的這個NASDAQ 它是專制跌幅比較大一點 那美股 它雖然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之後稍稍做一些回落 結束了連四漲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台北股市會不會受影響 當然一定會是受到 它相關的這個聯誼的波動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科技類股 台股會不會受到一些影響 也是很多的觀眾投資 一定會留意的 那今天打開報紙 大家一定 也要留意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這我想投資 我們雖然沒有坐在字卡裡面 可是我們給各位投資人 稍微留意一下 像是我們自己 這個今天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我想導播你看一下這個相關的 這個 對 我們看一下非常重要的訊息 這個報紙的頭版頭條 其實各大報都有提到這一點 那像是北部某家醫院 他已經傳出了 這個已經有所謂的感染病患 清空病患 然後醫師 據說其實是醫師 他目前可能 這個訊息還要再進一步查證當中 是不是已經受了疫情的影響 其實已經進入了所謂的 我們真的有開始有本土 病例的這個情形 那或者是這個醫師自己本身據說 這個有可能就是巨師 醫師也有可能所謂的被感染的情形 這些情況 目前為止 其實都有很多的訊息 今天一定要 update 可是這個訊息在沒有 經過確認過 精準的被統計數據 這個感染的來源 以及接下來政府到底 我們這衛福部會怎麼樣去管控 目前為止 我們這所謂有沒有可能本土病例 會發生這個情形 但目前為止我們都要 這個進一步觀察 尤其今天下午的兩點 雖然已經在收盤後 可是盤中一定會有很多相關的訊息 我相信這個部分 多多少少會 為我們今天台股帶來震撼